落马已将数架台湾的F-16战斗机升级为F-16V型。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张杰记者刘洋,台湾媒体爆出近些年少见的高额军购预算案。 据台湾联合报18日报道,台湾三军仅F-16V战机、M1A2主战坦克和自制潜艇项目,就耗资超过3200亿元新台币下铜。 约合697亿元人民币,台防务部门还妄称,对大陆以致胜量,以寡击重。 不过大陆军事专家认为,台军的军购案是个无底洞。 和解放军相比,台军既没有制,更没有量。 所谓以寡击重,只能当个口号喊喊。 台陆海空军购大单细节曝光。 联合报报道称,台空军于上月底,已经向美方提出采购F-16V战斗机的发架书需求信函,而台陆军稍早已向美方提出,采购M1A2坦克的发架书需求信函。 海军自制潜艇,也于月初完成初步合约设计。 今年台湾陆海空三军的主战武器采购费用,创下空前记录。 三大军购,出估总共超过3200亿元。 报道称,台防务部门证实,台军方已经提出采购66架F-16家族最新的BLOCK-7072战机,F-16V是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给予的非正式编号。 此番也是美国政府首次允许台直接提出所谓发架书需求信函,而非没有限息答复义务的报价需求信函。 至于台陆军采购M1A2坦克,更已提议多年。 预期今年年终之前,美政府将宣布出售战车与战机给台湾。 报道称,由于冷战后,M1坦克生产线已经停止。 近年都是不断翻新。 台采购的M1A2,将会是美军提供给盟友的最新版本。 很可能是M1A2 SAP V3版本,上图。 M1A2预算,已于今年开始编列。 爱于美方尚未正式批准。 第一年列载机密项目。 据传总数108辆,两个营,总价将近200亿元。 至于F-16预算,预估总价约2500亿元。 由于数字庞大,将会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 美制M1A2主战坦克,台媒称。 台海军已合法的非正式通道访球商员的自制潜艇,已于本月初完成初步设计。 舰上所需各项装备,基本都已构齐。 为求保险。 不少项目还安排第二顺位厂商。 台官员表示,国造潜艇的吨位,将与现役荷兰制舰龙级潜艇类似。 但外形有相当的差别。 首艘原型舰,预计2025年完成。 建造费用493亿元。 大力推进奉战计划,除了三军大采购案以外。 台空军的所谓奉战计划,也在紧锣密鼓进行。 联合报网站18日报道称。 台军正进行F-16AB型战机奉战计划升级项目。 其F-16机队,将在2023年,全部升级为F-16V。 首批有四架已进行升级作业的战机。 台军将对首批改装后的四架先导型F-16V战机下图进行测试。 四架中最后一架战机,于去年12月27日,进驻嘉义空军基地。 不仅这批战机进度将较原先规划落后三个月。 且四架机尚未正式交击。 四架先导型战机,确切交击日期,可能将推迟到三月底。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大陆军事专家表示,F-16V战斗机,在美国的武器库中,属于翻带机的伟单,而且价格其贵。 台军之所以采购F-16V,恐怕也是无奈之举。 对于台军,显然F-35是最好的选择。 但在短时间内,恐怕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从这一点来看,美方也只是把台军当成了提款机。 既要榨干F-16的最后价值,也恐怕会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贤。 幻想已至胜量,联合报称。 台防务部门强调,台军不会与解放军进行军备竞赛。 但必须依据防卫固守,重层下组的军事战略构想。 整件非对称战力,创造已至胜量,已寡计重的相对优势。 确保虚拟稳定、和平。 不过大陆专家认为,台军不顾台湾民众福祉。 耗聚资采购武器对抗大陆。 既浪费老百姓的血汗贤,也丝毫不能改变两岸力量对比。 专家认为,和解放军相比。 台军目前装备水平既无质,更无量,以寡计重,只是自欺欺人。 以F-16V为例。 即便升级有缘相控阵雷达,也充其量相当于解放军歼10C的水平。 和最新型歼20战机,有着明显的代差。 这还没考虑到基在武器上的差距。 此外,预警、电子战系统等体系作战能力。 台军差距更大。 台计划进口的M1A2坦克听上去很先进。 但如果台军试图以此对抗解放军,可能都等不到99A。 基本上成了武装直升机和查打一体型无人机的靶子。 利比亚东部临时政府外长阿布德海尔霍维希8日向俄新社记者表示, 利比亚东部临时政府,呼吁俄罗斯协助推动利比亚冲突各方的和解进程。 据俄新社4月8日报道,霍维希当日告诉俄新社记者,俄罗斯是关键国家,我们呼吁俄罗斯支持协助利比亚民族和解。 就像俄方在索契为叙利亚危机提供的支持一样,旨在俄罗斯所谢举办的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我们希望有一个利比亚式的索契,报道称。 霍维希还向记者证实,自己正与俄罗斯外交部展开互动,俄罗斯与各方的关系都很好。 我们认为,俄罗斯与非洲联盟,可以在冲突调节中发挥作用。 霍维希补充道,据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早些时候表示,俄方在尽其所能。 敦促利比亚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引发流血冲突和平民丧生的行动。 并据俄塔社6日报道,俄副外长波格达莫夫应约与支持东部政权的武装组织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通电话时,重申俄方支持政治解决利比亚国内所有争议的立场。 此前一天,在回答莫斯科是否支持利比亚国民军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莫斯科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 原标题,俄电视台为何列出和报复美国目标? 外媒称俄试图拉美国回谈判桌。 外媒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名知名主持人扬言克里姆林公,可以通过袭击五角大楼核弹为营来进行报复。 从而提出了俄罗斯与美国发生和交火的可能性。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月25日报道称,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在24日黄金时段,总结一周新闻时发表的这番言论,加剧了俄罗斯在一项与华盛顿的冷战时期,和协议破裂后产生的紧张关系。 这名主持人详细介绍了假如美国或其盟友发射导弹,击中俄罗斯领土的话,俄罗斯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其中包括可能对哪里发动打击。 俄罗斯24新闻频道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说,俄罗斯正在研发的一种新型核导弹潜艇发射的告示导弹系统,将能够在不到五分钟内飞抵美国。 报道认为,这个节目强化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发出的警告,即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短程和中程导弹,莫斯科将瞄准美方指挥控制中心。 报道称,普京把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压在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使之不受美国攻击上。 在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后,俄罗斯几州调。 此举是对华盛顿关于如果莫斯科不销毁美国声称违反该条约的导弹系统, 美国就在六个月内退出该协议表态的回应。